這首歌是用蠟燭來做一個主題 用蠟燭很容易吹息 來代表著一段關係分手之後 我想怎樣點著重現這段關係的愛 但也沒辦法做到這件事 我一開始作詞的時候 我突然想起中學跟一個女生分手 但那個女生無緣無故地跟我說分手 沒有任何原因 我想是中五、中六左右 當時她無緣無故跟我說分手 然後我又不知為何 她無緣無故失蹤 在學校又不理我 好像當時不認識我 我覺得這個感覺是很無助 你最不開心的一刻就是 你自己也不知為何 當時中學因為我媽媽不讓我用智能電話 所以我去到中五、中六還用純純純純的電話 我記得當時很不開心 每天都是純純純純的女生問她 發生甚麼事 但她也不回應我 可能也想提醒各位觀眾 如果分手都給一個原因 原因你的對方 不要無緣無故地說分手 這是不是你最殘酷的分手經驗 最無情的分手 最無情的分手 我自己覺得是 性感性的程度 沒有大家想像得那麼誇張 但是會比起之前的尺度大一點 因為其實這首歌 我第一次聽展示的時候 我自己已經覺得這首是一首很適合深夜聽的 還有一首很沉悶的 好像喝完酒聽的一首歌 我自己覺得是一種性感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不如在服裝上 甚至在聲音上 甚至在舞步上 都想有少少性感 但要有純純的感覺 我整個MV拍攝 我心裡都想 這次開了空的話 空機夠不夠脹 這是無聊的事 為了這個MV 我早了兩個星期 差不多天天或隔天 就跟教練去操 就是為求身最脹的狀態 不要太留意空後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可以留意 其實有很多很有意義的鏡頭 譬如我 因為這首歌的主題是講蠟燭 其實我有很多鏡頭都跟蠟燭有關 我跟蠟燭的互動 有關照的 也有明顯 大家別忘了